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刊《那天有记》这个美貌真的是已经46岁的人了吗 封面中与《那天有记》合影的是1994年的为这些杂志拍摄封面的自己 这是创刊20年的Story杂志第一次邀请女艺人单独拍摄杂志封面 因为《那天有记》希望与过去的自己合作 才有了这次的封面 不得不说 在《那天有记》的身上 真是感受到那句 《岁月不败美人》啊 不过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 《岁月》虽然没有败她之美 却也给了她不少考验 1975年出生的她 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 只可惜 父母的婚姻并没有很长久 在那天还在上小学的时候 父母离了婚 她只短暂的跟过父亲 之后还是在母亲身边成长 离婚之时 父母就有财产 孩子的抚养权争论不休 最后因为妈妈没有工作 那天有记跟随爸爸生活 但爸爸随后再婚 她跟继母相处并不容易 最后只好回到了妈妈身边一起生活 但没过多久 妈妈也再婚 她无奈又辗转去了 祖父母的家里寄住 初中时期 那天有期当时在女校就读 这所学校的体操是强项 她也参入校以后 也加入了体操部 但后来由于青春期发育 个子一下长高而不得已放弃了体操 之后她也想过学习基建 走运动原路线 然而高中时候的那天有记 实在不想继续寄住在祖父母家里 于是想掏了进入演艺圈 这样就能有钱独立生活 便开始参加模特选拔比赛 还拍过广告 年轻时的那天也有过自己的武相 就是中山美岁 想当年在电影情书中 一头短发的中山美岁 成为了多少人的梦中情人 一个时代的美人那么多 短发的却屈指可数 而出道之初 便是一头短发的那天 带着一股英姬的假小子干 17岁那年 那天有记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电视剧 是谁偷走了我的心 正是演员主当 人生的第一部戏 合作的演员就是木村拓塞 而且还演的情敌 一起争夺女主 当时留着一头短发的那天有记 一身轻手的少年感 在戏外也简直要掰弯无数少女 次年 凭借着同一屋檐下 这个短发的女豪在剧中和福山雅致合作 聚集获得关注 聚焦在她身上的视线也越来越多 那天是在上小学六年级时 被星探挖掘去做模特 这之后 从初二开始就以模特身份活动 也出演过一些广告 那天应该还是挺早就明确自己想要做什么的人 高中时期 虽然也爱好过基建 取得过不错的成绩 甚至想过要参加奥运 不过 在演艺事业和曾经的爱好之间 那天选择了专心于演艺事业 甚至高中都没有读完 高二就选择了中退 日本的女艺人似乎都有一套固定的发展模式 比如模特出道的 之后参演电视剧 然后顺势发写真集 那天有记得第一本写真集 You guys 虽然不是日本常见的甜美软妹子像 却以健康轻舍的美感获得了好评 这一年 那天有记也迎来了自己第一部作为主演的电视作品 《成为时空的少女》 从这部剧开始 那天开启了送红时代 1994年 热力17岁 《成为时空的少女》两部剧 又让更多观众认识了《那天有记》 当时热力17岁还被引进国内 也让中国观众知道了这个帅气的女孩子 1995年 那天搭档唐木之人 出演电影版《华阳男子》 饰演木眼山菜 《华阳男子》这个火爆道 被各国翻拍了无数遍的AP 虽然每一版都有大家心目中最好的山菜 但那天版才是真正初代山菜 惊艳了一个时代 他还拍了真人版《猫眼三姐妹》 虽然这部电影的评价真的有点惨淡 但是那天有记 《唐原济湘》 《道森泉》的组合 是真的让人超级羊艳 上升期的那天也算是比较稳定高产的女演员 几乎每年都有电影或者电视剧作品播出 1999年搭档 《主演内风》和《松岛蔡太子》出演的《冰之世界》 成为了当季日剧收视第一名 此处演艺圈里漂亮就是资本 好的资源就像老天追着喂饭吃一样 都会碰到你面前 但不努力 总有一天 这些都会离你而去 《未来空港》跟《百元宠》合作 《北国之恋》跟《极港秀龙》合作 《掩耳优则》唱 在戏剧大红以后 那天有记也开吓了歌手生涯 虽然只当了五年左右的歌手 但也留下了多张单曲专辑 还开过演唱会 上过音乐节目 那天能为了演艺事业放弃学业 又真心想做个好演员 所以2000年他也做了一个决定 为了某练演技进入剧团成为巴基生 暂停了歌手事业 也把重心转成了舞台剧 但命运往往不会随着人的意志所改变 你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明天 哪个会先来 那天本想在演艺圈好好工作 但是却没有想到 在2002年 那天有记宣布和《极港秀龙》宣布结婚 并在当年10月退出演艺圈 可惜这段婚姻未能持续太久 2005年12月 那天有记和《极港秀龙》宣布离婚 理由既传是 既少离多 感情变淡 2006年 那天有记凭借《无比谁都爱妈妈》 正式宣布付出 结婚离婚对他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 付出后的那天有记 依然是当年的男神收割机 2007年 《料理新线人》播出 搭档的是松本润 那天在日语圈的粉丝真是跨度很大 一边是男神收割机 一边又被鸡圈追着喂饭吃 可那天和其他女神CP的粉丝也不在少数 他身世的英气真的很吸引人 导致他跟许多女演员的合作都会产生一种奇妙的CP感 例如《鲍鱼》跟《天海又西》合作 在《天海女王》的衬托像 明明短发很假小子感的那天都有了软昧的感觉 以及《Darked X》系列 每一季都没有缺席 跟米苍两子的同框共演也是很绝 每一幕都能挠出一个故事 还有我私心很喜欢的倒数第二次恋爱 那天有记在剧里面的角色看似神神叨叨 做事反复无常 其实内心极度敏感 没有安全感 他喜欢上了女主角 可这是一场没有结构的恋情 好在他在经历了挫败以后 也终于迎来成长 同样是老天赏换之的女神 果莫良子在一起 画面简直不要太上心悦目 美女就应该和美女贴贴 伪装夫妻里面跟女王的再次合作 也让人拍手叫绝 而在私生活方面 除了根极港秀龙的婚姻 他还与福山雅致传出过恋情 还有传闻说 福山书的《英版》这首歌 就是写给《那天有记》的 2010年让日语圈又喜大普奔的 一个好消息就是 《那天有记》和《百元虫》的热恋新闻 这是什么天花板级别的 俊男美女组合呀 粉丝甚至想把民政区 搬到他俩眼前 他们早在合作 未来空港之前 又已经一起拍过广告 两人在走到一起之前 都有过一段婚姻 在双双恢复单身以后 在朋友的介绍下重聚 并从2009年开始交往 交往十几年 他们还没有结婚的打算 但是日常被拍照的照片 已经是让人羡慕不已 《百元虫》接送《那天有记》 上下班 走出餐厅时 《百元虫》细心地 为《那天有记》掀起门帘 搭配情侣装一起逛潮室 他拍戏 他陪伴 可能甜美的爱情 也是能让人一直美丽的吧 从当年那颗短发的小哥 到现在成为大家心中的女神 当年穿着泳衣拍照 健康 元气 阳光 现在是知性 优雅 大气的美人 时间好像没有改变他 但又让他变了很多 《那天有记》在这次的采访里面也坦诚 自己18岁时其实有很多困惑 他曾感觉自己各方面不出色 感到非常自卑 先要逃避一切 但要问现在46岁的《那天有记》 和18岁的《那天有记》 有什么区别 他说 和那时候相比 现在的我更爱自己 也更加肯定自己了 对于《那天有记》来说 被旁人羡慕的18岁不全是好的 人总是在经历中学会成长 他爱18岁的自己 也爱46岁的自己 爱每一刻都努力生活 努力成就叫《那天有记》的自己 也许少年感也应该有另一种定义 不再是悬浮于表面 对于年轻脸庞的追逐 而是热爱生活 接受自己那颗心 永远年轻 永远热气 《那天有记》也在之前的节目上说 我从来没有感觉自己老了 能活出真正的自己很幸福 每天都是真的超级开心 所有过去经历的失败 伤害和痛苦 都是必要的存在 因为有过去的一切 才会有现在 岁月不败美人 这是最适合《那天有记》的注解 岁月也还能塑造美人 一切过往的经历 都成为了他的养分 千番过境后 依然从容淡雅 气质非凡 《那天有记》的美 也绝不仅仅是美在皮相 更是美在了灵魂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卡卡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